这两天天气很不稳定 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出现 而雨炸全台几个县市 但要小心这雨可能会继续下 今年第六号台风 卡努来势汹汹 暴风圈持续增强涨胖 已经到达中台上线 目前卡努台风的强度呢 还是维持在中度台风的上线 近中期的最大风速是每秒48公尺 而它的暴风范围呢 也是有280公里 未来随着它逐渐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将会暴风圈逐渐接近影响到 我们的近海范围 气象局分析可能入境卡努州 自州五距离台湾 最近接着会往东北方向大回转 北部首当其冲影响最大 不排除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我们预估在今天的下午到傍晚左右 也是有机会发布到陆上的警戒 而北部地区有没有机会 放台风价目前变数还很多 就看卡努的动向才会比较明朗 欢迎收看优伯志送行台北唱不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